眼前一輛機車絲毫沒減速 逆向迎面衝了過來 騎士油門催到底狠狠撞上去 整個人倒頭摘 機車頭下腳上恐怖倒叉車子旁邊 我有給他按喇叭 可是沒有反應 一滴車都沒停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麼樣 任憑駕駛怎麼按喇叭 這名女騎士都不為所動 高雄林雅區這起車禍 機車逆向滴滴龍 鋪上慘摔 還波及旁邊車輛 疑似精神恍惚釀貨 同樣也很離譜 高雄左營區 一輛白色休旅車衝超快 下秒失控橫掃整排護欄 一度勝單輪支撐 猛烈飛了出去 斬輛車騰空 四輪朝天翻車著地 車子成傾斜撞 躺馬路正中間 再看一次爆衝當下 撞倒施工護欄 摩擦出火花 翻車後路人衝上前救人 但車門一開濃濃酒氣 駕駛九側高達0.84 被一公共危險送半 同樣生死瞬間 腳踏車騎士路口闖紅燈 違規迴轉下一秒 對象機車完全沒減速 將人迎面猛撞 零件炸噴往前飛 雙雙連人帶車 噴出滑行重衰 新北巴黎龍米路上 腳踏車闖紅燈 違規迴轉 機車騎士也衝超快 釀人驚悚撞擊 高雄這名駕駛 更是誇張至極 明明都已經紅燈 對象機車紛紛起步 灰色轎車完全無視 繼續往前 左邊第一輛機車被擊落 右邊另輛也遭殃 駕駛不剎車 就是不剎車 連環撞兩車騎士滾地 重衰痛到無法起身 上路不把他人放眼裡 害得車損人傷實在不可取 接著葉維林分享 喬綜合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 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